留著寒風捲髮 長相年輕斯文穿著時髦 他就是遭到殺害的失信死者 已經54歲但保養有成 家屬透露萬華人的他 周周探望母親 私下確實在經營地下錢莊 下來我們只看到兩個人 其他都沒人幹過 所以很低調就對了 他都是戴一個口罩 類似反正就設計師之類的 他一公尺師之類的 因為我看他開的車很好 他開的車都是跑車 附近鄰居對他的印象都很客氣 兩年前租下新北市泰山區 這處公寓 當作住處也兼作放款公司 他還為員工在桃園歸山租下宿舍 但六月人間蒸發 家屬著急在網路巡人 最終卻是得到殘忍交信 被移送地檢署 陳姓嫌犯一句話也不坑 而唐姓嫌犯同樣不說話 所以你帶回去收的嗎 所以早就預謀好了 不好意思 唯一承認犯案的江姓嫌犯 默默道歉 死者今年就查覺賬目有異狀 端收數百萬 他私下丟查 不過今年六月查賬時 挪移公款就此曝光 三名嫌犯否認 疑似就此種下殺機 選擇埋屍在自家的江姓嫌犯 阿公和金博得知消息 不敢相信 早早離開老家 工作卻是在做地下錢莊 老人家痛心不解 是否為了數百萬 對老闆痛下毒手 警方將續查 釐清案件 記者機關和網易主SNG小組 新北市採訪報導